据美国军方一份声明称 近期在斯图尔特堡的一次训练中 一辆重达25吨的布莱德利步兵战车坠入水中 造成三名美军士兵当场死亡 另有三名士兵受伤 美国军方没有提供事故性质的细节 只说这是发生在演习中的一次事故 斯图尔特堡位于佐治亚州 萨凡纳西南约30英里处 是美国陆军重要的训练基地 早上在斯图尔特堡训练区 发生了一起训练事故 我们都很伤心 第三步兵团的指挥官托尼·阿古托说 我们对三名士兵的死亡 和另外三名士兵的受伤感到非常悲痛 我们的心和祈祷 与所有受这场悲剧影响的家庭同在 在事故中丧生的士兵的名字 将在通知他们的近亲后公布 斯图尔特堡事件并非是近年来 美军训练中唯一的伤亡事故 其实已经有十几名美军士兵 在过去一年的训练中丧生 死亡人数的上升 促使军人家属和国会领导人 呼吁改善训练标准和做法